嗨 這一集是回味經典美食 這次要用一本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書 當初看到書名的時候 就決定一定要買下來好好的探索一番 是這一本 吃喝玩樂好所在 台北最獨特的店家導覽 1996年出版的28年前 這本書一打開就有兩張畫得非常可愛的地圖 先來看一下他們為什麼會寫這本書呢 特別的店定義很廣泛 可能是名字夠酷 或許是裝潢夠炫 有時是叫要美味得叫人聚口水成球 也可能是音樂讀書一格 所以真要探究起來 喜歡上一家店就像戀上一個人 總有你可以感受到的不凡吸引力 我們真心與你分享城市版圖中的特色店鋪 也判屬於你自己的郵電歷險就此起行 助尋得真愛 尋得真愛耶 看起來這本書的作者們 就是把他們的戀人們介紹給我們認識 書裡面的店家有分五大類 飲食男女 城市觀察 文化視野 感官追氣 溫馨生活 這五大類別一共收錄了 三十幾間店 但是經過我的查詢之後呢 發現裡面只有五間店 我確定還存在 存在率非常的低 不到百分之二十 存在的店家都在飲食男女 和城市觀察這兩大類別裡面 比較是屬於吃吃喝喝的特色店家 那都不存在的三個類別裡面 文化視也是屬於比較文創類型的 咖啡店比較多 感官追氣類別裡面的就是一些 酒吧還有 pub 溫馨生活裡面是一些生活小物店 很可惜這三個類別裡面經過查詢後都不存在了 這集就來感受一下 28年前流存到現在的那些 台北最獨特的店家們 來去第一間店 出發 第一間來到的店家是滿有名的 位於天母的洋蔥 我之前是有聽說過這間店 但是從來都沒有來過 書上說 非常歐式田園風的餐廳 色彩濃烈的布置 高貴不貴的西式佳肴 行津天母北路的小巷子 你無法錯過這床 如歐洲田園般鋪桌的老房子 推開略微沉重的門 風鈴奏其一串清脆的歡迎聲 隨即融入老歌的緩慢節奏中 這裡的餐點除了美味之外 也如圖畫般美麗 現在店內的裝潢跟書上雖然有些差異 但還是很濃郁的歐式田園風格 書上以前的色彩比較濃烈 現在整體都是比較木質地的風格 進來之後也是讓人感覺到非常的放鬆自在 不過現在跟以前的位置也不一樣了 搬到了天母的中城路二段上面 我在網路查這間店的時候 也有看到很多商標經營權的爭議 但這間洋蔥應該就是 當初最一開始創始了後來經營的店家 這是現在的菜單 主餐的選擇很多樣 還有 減餐類的義大利麵 沙拉 前菜 湯品 麵包 甜點 飲品 酒類 其實跟書上比對之後 現在的菜單是完全不一樣了 書上推薦的那幾個 鮮茄汁 燉魚湯 蔥拌 嫩菲利 這幾項在現在的菜單上面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就不看書點餐了 選幾個我想吃的餐點就好 麵包和湯品先上了 我點的是主餐加上他們的B套餐 加一白酒油 沙拉 前菜 湯品 三選一 我選擇的是湯品 還會有一道甜點跟一杯飲料 餐前的麵包 B餐選的湯品 選洋蔥湯 洋蔥湯的味道是很鮮甜的 裡面的洋蔥用舌頭一壓它就化開了 然後湯的鹹度也很失踪 上面有一塊還有這個泡軟的麵包 麵包的上方還有一盞起司 吃起來又增添了一些起司的香濃味 再來是一個餐前的麵包 麵包帶著微微的蒜香味 然後烤得很香酥 酥酥脆脆的 口感非常棒 我點了主餐還有套餐的飲料上了 飲料我選的是鮮奶茶 這是菜單的第一個 紐西蘭炙燒香料奶油菲利 690 我點的是雞芬熟 它的盤子上面還有一塊加熱石 先來喝一口鮮奶茶 現在茶的甜度是微甜的 然後奶味很香濃好喝 噢 好像放在這裡加熱石太久了 下面有點微焦微焦 肉塊是蠻厚實一塊的 七分熟吃起來很軟嫩多汁 它的調味也很棒耶 味道上香料的氣味淡淡的迷迭香 香氣跟牛排是很搭的 再混加這一些制可的香氣 咀嚼的口感和調味我都非常喜歡 這個應該是薯泥 口感非常的綿密 外面還有一些蔬菜 蔬菜調味是比較清淡的 但是很鮮脆也帶著很多水分 不錯 這一份是我喜歡的牛排的類型 厚實的肉塊咀嚼起來是非常的過癮的 主餐吃完了 甜點上了 這個是手工自製原味奶酪 一放入口就被奶酪的香氣給沖擠 整個口感是非常的綿密滑順 然後味道上很香濃 享用完所有的餐點了 這一間台北最獨特的店家 天母洋蔥 我想我是可以理解這一間店被收編進去的原因 現在這裡經過了這麼長時間 店內的裝潢跟牆上的話都已經有些斑駁 沒有那麼新穎了 讓這卻讓人感覺更親切 在裡面用餐的整個氛圍是非常的放鬆的 店內選的音樂也都是香春風 然後餐點也不馬虎我覺得吃起來都是在水準之上 總體來說在這裡用餐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也難怪他可以在眾多最特別的店家中生存下來 這次的第一間店就讓我非常的喜歡 好的那就下一間店見 現在來到了這間是書上分類在城市觀察裡面的夏洛特 源自於本身鯨魚咖啡以十年的背景 店主人為好咖啡以及亞號咖啡者 布置了一個家用最新鮮的咖啡款待每個客人 或者來點不一樣的荷蘭水滴式咖啡 製作過程獨特以冰水每分鐘42滴的速度 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咖啡口味澆蛋讓你對咖啡有更新的認識 看起來老闆是非常喜歡並且精通咖啡的 這裡是為客人打造一個可以分享咖啡的小天地 這間店也是有搬籤 現在是搬到了復興坦路一段的巷子裡面 書上推薦他的純蘭三咖啡還有荷蘭水滴式咖啡 我看現在的Many剩下荷蘭水滴式咖啡還在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點書上大力推薦的荷蘭水滴式咖啡 這是現在的菜單寫的真是浪漫 夏洛特精選咖啡精品莊園咖啡 義式咖啡夏洛特精選冰咖啡 紅茶花茶台灣茶也咖啡來了 荷蘭水滴式冰咖啡這一杯是一百九 來喝這一杯書上推薦的咖啡 這一杯的味道是霜味比較多然後苦一點點 喝起來是非常順口的在今天這個天氣接近三十度的高溫下 進來這裡喝一杯沁陽的冰咖啡 非常的舒適 而且裡面是咖啡的冰磚 所以放久了應該還是一樣的濃郁 這一杯每分鐘只有四十二滴的冰滴咖啡 果然讓我對咖啡有了新的認識 便喝著老滿用心製作的咖啡 如果你是一個人來就可以好好的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跟朋友來這裡聊天談心也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我今天選的座位是很舒適寬敞的沙發座位區 店內整體的裝潢是很高雅大方的 加上它的天花板是有挑光的設計 所以坐在裡面是很寬敞又不壓迫的 我決定要來回復一些工作上的訊息 然後坐在店內慢慢喝我的冰咖啡 在這裡待了快兩個小時 剛剛一口一盆慢慢享受把我的咖啡喝完了 現在滿嘴都是咖啡的香氣 櫃檯旁邊還有一些蛋糕甜點可以選擇 看起來都很好吃的樣子 我覺得店裡面的音樂都非常好聽 旁邊有一台看起來很厲害的音響 用黑膠唱片機播放著老闆的黑膠唱片 聽起來非常的有味道 總體來說它的咖啡和環境都讓我非常的喜歡 不愧是可以存在那麼久的一間獨特店家 好的在這裡我已經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準備前往下一間店 晚餐來到的這間是書上城市觀察類別裡面的阿財的店 進入店內 仿若身處50年代的台灣鄉間 黑松汽水 人形招牌 老式晚廚 大同電鍋 長板凳 50年代的電影海報以及標語等等不聲美舉 還有 我們絕不敢客人 大夥在這裡吃飯 聊天 滑酒泉 認識新朋友 熱鬧滾滾的氣氛 但求客人盡興愉快 濃郁的人情味 在此處是絕對可能的 這一間店確實我剛從外面一直到走進來 都有一股濃濃的懷舊風 我現在做的地方是店裡的二樓 然後這一間店一樣有籤子 現在在巴德路二段上面 今天找的前三間店都有換地方 書上推薦的菜色有豬油飯 50年代的美食佳肴 青柯 花雕最雞最元寶 這是現在的菜單 老闆剛說打勾的是他們的招牌菜色 點完了我總共點了五道菜 還有豬油拌飯 因為今天是吃和菜類型的 所以其實我對面有做著我朋友 今天求助他晚上來跟我一起吃這些和菜 讓我覺得我一個人會非常的難點 而且可能會吃不完 如果是兩個人點五道菜的話就容易多了 豬油拌飯這一碗是25元 高麗菜這一盤小份的是150 花雕雞腿330元 先來攪拌一下豬油拌飯 老闆娘剛特別說要攪拌均勻再吃 豬油拌飯很好吃耶 它的豬油拌飯鹹香感很夠 然後帶著一點那種油膏的甜味 在吃素上有推薦的花雕雞 這一盤全部都是雞腿 這個肉質很Q的 然後老闆剛才有特別說 它是花雕加高粱去做的 一般的是花雕加紹興 花雕雞腿好好吃喔 它的肉切得厚薄適中 才會起來酒香氣也非常的棒 謝謝 好謝謝 柯仔酥小份的250 沾一些這個胡椒粉 一入口之後那個蚵仔的鮮味就直沖上來 外層炸得很酥脆 但是裡面有辣的味道很軟嫩又鮮美 再來吃這個空飽方式料理的高麗菜 高麗菜料理的蠻辣的 但是我喜歡 好吃耶很過癮的高麗菜 再來這一份是雖然蔬上沒推薦 但是老闆有推薦的阿柴豆腐小份的220 這個豆腐裡面基附著它裡面鹹香的醬汁 然後炸得酥酥嫩嫩的 有點像花肝混雜著豆腐的口感 阿柴牛三寶小份的330 牛三寶裡面有牛筋 牛肚還有牛甘蓮 這一塊是牛筋 牛筋好軟嫩喔 入口即化耶 牛肚的味道很Q彈有嚼勁 再來這一塊是甘蓮 牛三寶裡面還有加入番茄去燉煮 所以它的味道是鹹中帶點酸味的 今天點了五道菜跟豬油拌飯都不錯 真的很好吃 我們兩個人把這桌菜都吃完了 兩個人吃得非常的滿足 今天就在這個環境 我們就在板燈上面吃這些下酒菜 店裡面也是播放著一些台灣很早期的音樂 真的是有很特殊的氛圍 然後牆上還有掛著一些舊電影的海報 在這裡用餐房不穿越了好幾十年 當然它的料理也是很不錯的 這間阿柴的店果然很符合台北最古特的店家 現在來到了一個非常文藝的地方 這裡是紫藤爐 非常老庄的茶藝空間 老式民房改建人與自然共同創作的城市桃花園 佛主釋迦牟尼於菩提下悟道成佛 金人雖無須無法成佛 可於紫藤爐下同物茶道 因運茶香中無人又發現於此可經望前世 讓思緒暫時休息 書上這間的介紹文筆太厲害了 它的位置現在還是一樣 剛看到它的門口其實是蠻不顯眼的 外面有很多的植物 然後這間茶藝空間就隱藏在植物的旁邊 店內的空間有桌椅可以做 然後我選擇的是走到這裡面的榻榻米的空間 有很多的茶可以選擇 有些特色茶食點心 我點了一壺我去首要飲店很常點的金銓茶 來喝喝看茶藝館細細品名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在茶這間店的時候有看到 他們之前是有賣餐點的 只是最近不公餐 我剛問店員為什麼 他說因為這裡接下來準備要整修了 可能會從今年的12月底開始 準備整修兩到三年的時間 金銓茶一份是350 點心芋頭條和綠豆糕 各都是100元 所以不要回家 三個名是第一泡的 現在我要來自己泡了 倒進來 然後先聞一下香氣 再倒進這個茶杯裡 非常清香的味道不苦澀了 然後帶走一點點一點點微微的奶香味 倒一下之後再稀稀去感受它回甘的滋味 這整個享受的流程 真的可以讓人把心靜下來 綠豆糕 放入嘴巴之後一推就化開了 而且它的口感是滿濕潤的 不會因為太乾而卡到喉嚨 整個質地非常的細緻 然後帶著一點點微微的甜味 綠豆糕很厲害 接著吃吃看這個芋頭條 芋頭條也很好吃耶 它炸得很酥脆 咀嚼後玉香馬上就充滿你的嘴巴 好喝的茶配著好吃的點心 非常享受 今天下午在這裡休息喝茶 我差不多沖泡了十幾次 剛剛我到處在這裡面走走晃晃 然後真的可以感受到很古早又獨特的氛圍 而且這裡不只是一個有年代的建築 我來看他們也展示了一些 這裡也承載了以前的政治的歷史 感覺是一個非常有故事的地方 來到這裡悠閒的喝個茶 真的有一股洗滴心靈的感覺 這裡真的是一個氛圍很獨特的空間 果然值得入選 台北最獨特的店家 最後一間來到這裡是女巫店 非常具潛力的咖啡茶酒館 CD強發泡器 酷男帥妹大集合 不為自己設限的普羅大眾 你跟你那美麗卻耳背的女友約在女巫店共度下午 但你的女友卻跑到樓上的女書店 瀏覽群書後 她決定投校婦女運動而與你分手 在店外攔截到她時 你推然她毅然 懷著疑惑矛盾走回店內 你發覺內部擺設 氣氛原來早已註定了你和她的結局 臨走前 你頓悟女巫的特質是表力不一致 然後你決定以後不再交太美麗的女朋友 剛在外面的時候有看到女書店還在 在二樓 剛走進來的老闆跟我說 今天晚上剛好有表演 是七點開始 我現在前方有一些人 正在SZ晚上表演要用的器材 這是現在的菜單 還有這一本是酒精的飲料 我點了餐點上的 然後還有搭配套餐 就是套餐的飲料 義大尼肉醬麵 這一份是220 我加一套餐加90元 飲料顯得是冰奶茶 先吃看這個蒜香味的麵包 蒜香味也香濃 品嘗這個肉醬麵 好吃耶 這個義大麵口感很棒 咀嚼起來很Q彈 然後肉醬麵帶著很舒服的蒜味 肉醬麵的料有肉末 番茄 蘑菇 洋蔥 咀嚼起來的口感是非常豐富的 奶茶的甜度適中 奶味也很濃厚 套餐我點的是 拉帆爽蛋糕 今天是香蕉巧克力棒蛋糕 感受得到這個甜點 是非常用心製作的耶 吃完了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空間 你不僅可以來這裡看表演 旁邊看一下還有很多的桌遊可以借來遊玩 而且 而且 每次幾次公司 荷尾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